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2月10日 维拉利尔 对 巴赛龙拿 巴赛防线固若金汤 以传控位主导的巴赛龙拿本赛季防守表现堪称一绝 在前20轮西甲中他们只是失了7球 期间多达15场实现零封 而且进攻端也表现不俗 现在的巴赛是实实在在的攻守兼备 维拉利尔进攻端潜水 西甲中起后维拉利尔虽然首轮立刻黄马 但随着比赛深入球队进攻端的问题逐渐暴露 进四轮西甲他们期间只攻入三球 而且包括一记十二马 就算谢拉特 摩兰努最近颇有剑术 但依然难掩球队攻击力孱弱的问题 面对巴赛这条防线很可能颗粒无收 巴赛对赛成绩碾压黄前 自2008年12月至今 维拉利尔共29次在葛向赛事面对巴赛 但前者基本上占不到便宜 期间只是赢过一场 其余战绩为6合22辅 上赛季西甲次循环的交锋 维拉利尔以两球完胜巴赛龙拿 中断长时间的对赛不胜记录 不过在双方本赛季首次西甲交锋中 巴赛龙拿以牙海牙三球完胜 可见维拉利尔依然不是巴赛的对手 战果预测 维拉利尔0比2巴赛龙拿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